到底该怎么选样本 什么样的人 才能分泌更多的荷尔蒙 这些我 一点的应该都没有啊 其实 荷尔蒙本身 就会让人产生恋爱的感觉 而在恋爱中的人 自然会有情绪 有情绪就会分泌出 更多的荷尔蒙了 如果以这种思路去想的话 我觉得 正在热恋中的人 他们就是最佳的试验样本 对啊 那我们只要招不几对情侣 就可以遮施试验了呀 好聪明啊 对 招几对情侣 其实 现在的我可以 什么意思啊 像军我喜欢你 像军我喜欢你 亮相军你 像军我喜欢我 嗯嗯嗯嗯 像军我喜欢你 嗯嗯嗯 啊 我 凭什么 什么凭什么 对啊 凭什么 你从一开始不就看我不顺眼吗 要不是我死沉乱的 你才不会让我进你公司吧 而且后面还对我发脾气 让我离开你的生活 虽然后来是有道歉的 但那不也只是道歉吗 跟喜欢没什么关系吧 你会不会是搞错了 其实我以前只相信 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 都是独立的个体 没有说谁 非谁不可 大家所说的 灵魂伴侣天生一对 对我来说 那都只是编剧 他们想写一些自己不相信的事情 但又想让观众去相信这些故事 其实后来我发觉 我并不是不相信爱情 只是我根本就没有想过 我自己会这么幸运 我虽然过着 那么普通的生活 但却能遇到 这么不普通的你 你 你觉得 遇见我 是很幸运的事啊 好看吗 好看啊 这条项链叫做流浪北极星 其实我很早之前就想送给你了 北极星 它可以为人指引方向 而对我来说 你就是我的北极星 我流浪了这么久 好不容易找到你 我不想再失去你了 小琪 愿意做我的女朋友吗 奇怪 我 我的心怎么跳得这么快 跟她在一起还能完成任务 不如先答应她 好 那就这么说定了 那我帮你戴上 好 哪怕都有赎恐 故事里在从头 我不忘 내援 trust 深爱的温柔 爱上你原来 只要永不瞬间 忘掉你偏偏真需要 永远 我官宣当然要正式一点了 不仅不官宣 连个赞都不给我顶 好好好 有了有了 喂 干嘛 我看一下我看一下 没什么好看 大漠 开好了 什么 奶绿 什么意思 芋泥 是不你们奶茶店的招牌吗 我们奶茶店的招牌是芋泥波波奶 芋泥波波奶 芋泥波波奶 谁要波波你啊 再说凭什么你是奶绿 那偶尔奶绿 主动一次也可以啊 睡觉了 嗯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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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恋爱的感觉真好 可以光明正大的洗手荷尔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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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干什么啊 你 好 我 我 我的女人 你 我 我 我的心 你 你 我 你 謝謝 一起幹 你被那麼多人冤枉 還能吃得那麼開心 我這開心很簡單 只要吃的好吃的炸雞 只要看著天上的星星 就可以了 現在所有的人都指定是你 你難道一點都不著急嗎 著急有什麼用嗎 被別人誤會 那是別人的事情 我為什麼要因為別人犯的錯 懲罰自己 讓自己不開心呢 對不對 能這麼想就好了 我還以為你會難過呢 沒關係 別人無所謂的 只要你相近我就好了 別人我才不在乎 明天就要召開董事會了 到現在為止 一點頭緒都沒有了 啊 啊 爸爸 爸爸 不想爸爸 必須開心 要爸爸 爸爸 還不開心嗎 還是有點不開心 開心點嗎 除非你给我一个招牌 芋泥补 芋泥啵啵 奶茶 啵啵 开心了吗 开心 啊